PASSION JESUS 43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MK下午3点34分 四分钟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四句话 这个词是压倒性的 它是指诗篇 旧约中有一个诗篇编号位22 这无疑是大卫写的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了我? 我的怒吼远未得救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白天我打来电话,但无人接听 晚上,对我而言,莫有沉默 而你却是奉以色列的赞美地圣人 一些学派神学家 包括圣托马斯·阿奎纳 St. Thomas Aquinas 说,这些话是耶稣作为人的本性所讲的 以指示如何祈祷 因此,他正在朗诵诗篇的开头 毋庸质疑 圣托马斯·阿奎纳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认为十字架上的基督在他的人类智慧中保留了美好的眼光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知道精神的夜晚 整个夜晚 也称谓绝望 这是一次审判 不是罪恶 实际上 如果基督想过我们所生活的一切 所有可能的苦难 如果他没有生活在绝望中 那么他就什么也没有生活 那些遭受痛苦的人知道 士气高涨时 身体上的痛苦是什么 焦虑会使您跳下火车 而绝望使您想死 所以生活莫有任何意义 这个词不仅是背诵的词 他表明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心态 可以说 那一刻 他在十字架的圣约翰峰会上 看到了十字架的圣约翰所说的精神之夜 整个夜晚 他的人类智慧全无 他的宝藏不现了 好像他已经抛弃了他 他没有抛弃他 负在那里 他仿佛生活在这苦难之中 这是真实的 因此 这将使他的心完全改变 完全破碎 我们莫有摆脱这种正常的考验 事后我们与以前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阿维拉的圣特雷莎 将他安置在第六个家中的原因 而正是他将他介绍给了第七个家 要评论基督所说的话 西伯来书就更是如此说了 如果他不是用圣经写的 那似乎是异端的 他 耶稣 每个儿子他哭了一个很大的恳求 叫那个可以救他脱离死亡的人 他是他的所有儿子 他从遭受的苦难中学到了服从 已经完美 他已经完美 基督能变得完美吗 他很完美 很谦虚 莫有任何罪过 是的 从基督在十字架前的这种完全的谦卑中 他得到了另一种谦卑 一种破碎的心 一种遭受苦难的心 突然知道别人有什么不仅在理论上 而且在现实中遭受了痛苦 这次测试之后 我们再也不一样了 因此 我们可以说 经过这番磨难 一切都完成了 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经历这个 在某个时刻 我们的时代将会来到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 我们要问祝福的处女我们希望的时刻 最好的时刻是 这个世界 但也许是在晚年 在另一个世界 它也是炼狱 为何有必要 因为如果莫有经历过这一刻 莫有人会谦卑地面对上帝 而且 当我们体验到他之后 所有也曾经体验过他的敌人 在天堂都成为了朋友 我们再也不能谴责他们 我们不再渴望报仇 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与他们相同的事情 因此 我们便得与众不同 非常仁慈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 在他的三位一体生活中面对面 这位无限狂热的上帝 那么我们必须费 我们也要 пер téléphone 就用这是我的 然后大家少许 不着眼睹 能不着眼睹 就不着眼睹 这位